全国的公务人员都在关心 今年有没有可能加薪呢 这两天这个话题再度被提起 让大家有很高的期待 而行政院长吴敦毅今年表示 最快在15号就能够知道 今年第一季的税收成长多少 到时候就能够在立法院 讨论加薪的问题 至于民间企业会不会也跟进调薪呢 有工商团体今天坦白说 应该没有什么带动效应 公务员到底今年能不能加薪 行政院长吴敦毅曾经表示 得综合去年第四季经济成长状况 国内外经济和100年第一季的税收情况来决定 现在今年第一季的税收情况 4月中就能有初步结果 也将作为挑衅依据 4月15号左右 会有一个初步的这个结果出来 我想到那个时候就是我说的 我们在4月的时候会来检讨 是不是办理追加预算 经立法院审议通过 就来调薪 最快4月15号公务员调不调薪就能有答案 财政部也已经表示 今年一二月税收比起去年是有增加 现在就等三月税收 但从趋势来看 第一季的税收应该有成长 人家公务员加薪可能性增加 只是政府带头加薪 能否也带动民间企业跟进 帮员工加薪 让民间也能有感复苏呢 以等政府带头帮公务员加薪 工商界坦言流出人才方式很多种 也未必能让民间企业就此跟进 若公务员一惯例调薪 百分之三加上物价上涨 同膨隐忧 恐怕也只能算是微服调整 对经济的提升也有限 目前虽然还没定案 但就看政府如何拿捏 介绍英雷琪台北报道